国性青龙为了让产业加值 将咖啡产业结合真伯小品雕塑 让游客来到国性不仅能够品尝咖啡 同时也让游客能够欣赏小品真伯之美 并且还结合小品DIY体验 让游客到现场有机会亲自动手雕塑盆栽 青龙梅俊逸表示 因为偶然间发现国性真伯小品 大多卖到彰化县 既然故乡有这样的产业 因此也向地方长辈来请益 希望将真伯小品与咖啡共同来结合 让游客来到北港春旅游 有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我又发现都市的医院 诊所饭店门口都会有松伯或是梅花 那我们这边有接近 大约有七成以上的真伯跟茶花 我们都是批到隔壁邻近的彰化填尾花会那边 所以进而知道这些资讯之后 我就拜访一些我们当地的长辈 给他请益 我们以前是怎么雕塑植物的 然后自己也非常开心 乐于就是在乡下一直操作这些小品植物的一些体验DIY 县议员林芳瑜表示 青年能够返乡 为故乡产业推展来努力 是非常值得来鼓励的 也希望更多的青年能够回乡 利用年轻人性的思维 来为产业开发新的价值 进而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 以及产业的发展 除了说自己本身的产业之外 他也结合了在地的景点 比如说糯米桥也好 在地的这些景观 这些大自然的景点 希望说能够让外地的游客 在这里做深度旅游之后 做一日游之后 也能够坐下来悠闲的品尝一杯 香醇可口的咖啡 这我相信是对他们的肯定 也希望说地方产业的这个推动 能够使这些青年返乡 经营自己的产业 创造另外的一个价值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国性青年 能够返乡就业 为地方产业带来新的面貌 同时也鼓励更多在外的游质 有机会也能够回到故乡 利用所学来开发产业的新亮点 进而帮助地方产业的繁荣发展 记者陈伟一国性香采访报道